全國投資人大家好 孫東投顧為民喻 歡迎收看今天走向呼籲 那麼先看一下今天台股大盤表現 今天台股大盤衰字 在昨天美股四大指數 形成一輛同步的壓回 那比如說今天台股大盤 就是說它形成一輛要開低走低 今天盤中一度也大跌超過百點 那後續尤其說 在最後一筆有一個比較細心的電話 就是說在1.25分的時候 本來盤是跌了73點之多 那後續一筆 形成一道大量的一個交易 這筆大量快接近到300億 296億的一個量 那變成說這個盤 由這個下跌73點收盤 有拉上去 變成說到收盤是收跌47點 46點 那變成說我想 就是說以在目前這個階段點的一個台股大盤表現 就是說 在歷經昨天 昨天這個紀錄性反彈 彈到昨天這個最高點10577 然後在盤中 盤中這個半年線有做到一趟突破 那後續就是說他收盤的一個時間點 這個半年線形成一道德負斯 那變成說我想以現階段這條半年線 就已經是一個很實質上的一個壓力 很實質上的一個壓力 重點是說我想就以在這個波段 歐老師我們就說就有一個質疑上操作面的一個部分 大盤的部分我們等一下再跟各位做強調 那我們就就針對這個波段 尤其就是說我們從上個禮拜 禮拜四 定了一百拜喜 大盤最低就是說這波這個修正拉回 從高點10882修正到上個禮拜 禮拜四這個低點10322 就是說他已經形成一個叫護規理過大 護規理當天一度最多來到護了3.12 那到收盤也護了一個2.91 那相對就是說以正常大盤 他的一個規律率正負規理大概 正負大概是2.5 超過2.5以上 通常就是那個波段的一個高點 那相對於就是說 護規理有超過這個2.5以上 通常又會是那個波段的一個最低點 那變成說我想我們就基於 這個規律率已經護規理過大 那我們在上個禮拜禮拜四也預告 各位這個盤 即將會形成一個叫技術性的一個反彈 技術性反彈 我想這波這個反彈 從這個上個禮拜五這樣談上來 大概總共到昨天這個高點 你談了這個255點之多 那變成說我們在上個禮拜禮拜四 尤其在節目當中 因應這一波的這個技術性反彈 那我們怎麼樣告訴各位 就是說你的一個 就有一個實際上操作策略的一個重點 我們就建議各位 第一個就希望各位你的一個多擔持股 先不要去做這趟三滴 先不要去做這趟三滴 抬到這裡的時候 那你就靜待它彈上來 彈上來之後 我想個股的形態不太一樣 就說 大起來之後 屬於一些破線空頭架構的這種個股 彈上去 碰到壓力 你再做這趟找賣點 我想至至少少你的一個虧損 可以去做到大幅度的一個收斂 那另外如果說 就是說就位一個 你手中有資金的投資朋友 當然你就是高票一定要是要買要賣 要會買會賣 你相對應才有這個活絡的這個資金 那就是說你可以跟著我們來做這趟 叫強反彈 太大我太大 這一波這個強反彈彈上來 那我要說我們就說在從上個禮拜 禮拜五 我們就總共帶進三檔個股 那這三檔標的 我想我們在上個禮拜 頂禮拜、拜六禮拜 我們在我們這個LINE AT的主頁當中 特別針對就是說 你可以來跟著我們強反彈的一些 一些族群個股 那我們在禮拜天 就上個禮拜禮拜天的 這個我們這個LINE AT當中 也都直接事先都已經分享給各位 當然針對這三檔標的 尤其是說 郭老師我們就說買進的個股也不多 當然是說 我們每天在跟各位做個直接的一個分享 那就是說持續性 在我們每天來跟各位做個追蹤 那我想這些我們在上個禮拜 五強進的這個個股 尤其是說 刀刮這個6488的一個環球晶 我想環球晶 我們已經跟各位強調很多天 這檔標標 就是說我們在我們的一個買法 是趁它創高修正拉回 修正就是說碰觸到上方的一個季線 那你去做到它買進 買進一個後續 當天上禮拜五 蓋30塊 漲了8%多 相對就是說 到了這個禮拜 禮拜一有漲9塊半 那我們在這個禮拜二的時候 拜基它功高 它9點16分 它功高到10塊錢 蓋10塊那個時間點 那我們在9點16分 是用一個試駕的方式 先把這個獲利 先把它去換口袋 那當時是漲了10塊錢 去漲 那變成說後續我想 以這檔個股 就環球晶的部分 這一段的一個 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這個價差 我們這個快達部隊的價差 已經累積 快接近50塊錢 49塊半 49塊半的一個獲利的一個價差 在禮拜二的時間點 先把它去做到它的獲利落袋 先落袋 那等於是說 我想以環球晶這檔個股 當天在禮拜二那一天 如果說各位 這天 它這一天最高點 是來到這個417塊半 那我們是賣到大概416塊錢 賣掉了一個後續 我想當天 油紅翻黑 當天收盤是收到一個5塊錢 蓋10塊的時候買掉 當天它就已經倒跌5塊錢 一天就差 一天就差15塊才差 那延續到前天 又繼續跌4塊錢 昨天再跌14塊 今天盤中一度又跌10塊 我想你欠缺 為了我們這個盤中 針對這些鎖定個股的 進出點的漲獲投資派門 你看一天一支環球晶 我們獲利大概接近50塊錢的獲利 先放口袋 那你如果說你不把它 你去做到這樣實現獲利 抱上去你又抱下來 我想到今天 我們416塊錢 做到賣的這個動作 延續到今天又做個創低 你如果說砍到這個最低點 相對應你又差多少 差43塊 差了個43塊錢的一個價差 那我想這是我們在這一路以來 我們不斷跟各位強調 快打部隊的一個策略 我們就當然會習慣各位 你就說你要除了我們的 買進巡轉大概一個禮拜 省計說買點策略很重要 買不需要用追價 我們是買在這種叫轉折七張點 趁這些強勢多頭個股 做一個回測 我們來找買這個回測的一個 轉折的一個七張點 那我們把這一段 速度最快這一段的一個價差 把它擷取下來 我們這一路以來 帶給各位這個快打部隊的一個策略 當然買對 你要賣對 買對賣對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我想你不至於抱上去又抱下來 我想這樣子等於是說 都是做白工 都是沒差工 那我想這個就是說 針對這個環球金的部分 我們在禮拜二 這個禮拜禮拜二 已經率先 先把我們強盤的這三檔個股 先賣掉這個環球金 那延續到今天 還記得我們在昨天這個節目當中 特別跟各位預告 針對這檔 這個友達家族的這個 612年的這個達韻 以這檔標的 就是說我們在昨天前天之前 也預告各位 以達韻準備在改寫 他最近這七年新高這個當下 趁他拉高 我們在做到實現獲利的一個動作 當然這檔標 我想以今天 今天答案 各位你不妨看一下他的線圖 不然而是我們在今天早上 早上9點09分 高點控高分 他是來到這個36塊半 36塊半 9點09分 我們就說趁他拉高 創這個七年來以新高的那個當下 我們先把它去做到 讓市價獲利一半 我們今天針對達韻的部分 我們今天分兩筆 兩筆 這個來賣 就等於是說 在早上一大早9點09分 我們先賣一半 後續到了差不多10點47分 那個時間點 我們再掛36塊錢36塊 去做到他獲利 當然就說 10點半 10點30幾元去掛 到了這個快接近11點的時候 都有去形成叫穿價成交 那變成說我們今天賣 就是說分兩筆賣 一筆是賣到今天幾乎 今天的最高點 創七年以來 這個新高的這個36塊半 那省息最低最低 有賣掉這個36塊錢 那定義是說 賣掉之後 我想以今天達韻 有做個一壓回 現在收盤是收平 那等於是說 我要以這檔標的 我要說我們一樣 我們的快打部隊的運作 之前創高做修正 買在這種叫做轉折起漲的 第一根K棒 一切入就是馬上轉 我想這一段的下差 短短一個禮拜的時間 再到今天 20%的一個獲利 我們在今天把他做到實現獲利 這是這一路以來 我想說我們帶給各位這個快打 部隊這個策略的一個運用 當然就是說 像達韻賣掉的一個後續 我們在今天 我想就是說這一路 我們就是說 我們在上個禮拜 搶了這三檔標的 剩下這一檔二四五的全新 我講你全新這檔個股 在從上個禮拜到這個禮拜 禮拜一連續兩根漲停之後 他有形成 最近這兩三天的一個修正 那這個修正 我想這個上完的這條月線 連碰都還沒有來 碰我想這個是相對來講 是屬於擋超強勢的 表現的一檔個股 當然這檔標 上個禮拜有漲停 這個禮拜禮拜一漲停 連續兩根漲停的一個後續 那我們到今天一樣 去做到一趟 獲利續報的一個動作 因為畢竟 未來都還做到一趟創高 尤其包括我們在最近這段期間 跟各位 公開操作的這些個股 我想包括像環球晶 包括像全新的部分 我們在禮拜天 事先 都把這些我們要搶反台的標的 事先跟各位做分享 當然針對這個6120的這個打運 我想我們在在前天 就是說禮拜二的一個時間點 我們也依然都已經在這個 在我們這個LINE AT的主頁當中 都事先跟各位去做分享 當然你分享給各位 我想至少少今天做個創新年新高 像前天它是亮燈鎖住漲停 尤其說你禮拜二 就算禮拜二再做個買進的話 我想你這兩根一天漲停 一天做個實現創高 至少少的十幾%的一個獲利 都會跟各位有個直接相關 所以講講我們在昨天 特別針對包廂全新 請進我們這檔老朋友 我們今天做第五趟一個買回 就是這個3374這個精采的部分 今天我們就做一個重新買 做第五趟 那前面四趟這個獲利 已經超過55%之多 那我們在今天一樣 10點47分 我們就是針對這個精采的部分 我們又做個重新的一個買進 定義期間 我想以這檔個股 我今天是收到今天最高點 那等於是說我們到目前 是小賺一個一塊半 相對來講 我們絕對也不是看這一塊半 後續到下個禮拜的一個實現上工 那我們就操作這第五趟的這個包廂全新 跟這個精采 我想後續我們留到這個下個禮拜 我們再來做到找賣一點的動作就OK 所以說最近這段時間 我們帶各位公開操作搶板台的表弟 我想我們這次從買進去之後 依然都給各位去做到一趟 直接的一個每天的一個追蹤 當然有買有賣 把這個獲利放到各位 你的一個口袋裡面去 我想這個才是叫做一個 叫做扎扎實實的這個獲利 那畢竟我想呼應的就是說 以在最近這段期間那個盤勢的變化 最近這個盤勢的變化形態很大 從之前兩個禮拜之前 跌破月線短線轉空 跌破季線 就是說中線在轉空 上個禮拜再跌破半年線 長線趨勢又轉空 那變成說我想這一路破下來 那這個記錄性反彈彈上去之後 到半年線也形成一個叫實質的一個壓力 那畢竟我想 你在今天最後一盤 這個已經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尤其今天最後一盤 快接近300億 那比如說今天本來 今天這個下殺 它是屬於叫無量的一個下殺 那最後那一底又把它做個推升推上去 我想這個代表 這個多頭要死也都還沒那麼快 所以說目前這個階段點 就是說我們給各位這個 策略面的一個重點 我想我們都在這個LINE AT當中 給各位直接分享 最近這一段期間 我想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個股的一個走勢叫做極度分歧 極度分歧 那變成說多的個股你要買 你只能買這種叫做強勢多頭個股 那尤其我們在這個LINE AT的主頁當中 特別有跟各位分享 你可以去留意 包括像汽車零組件 相關電動車的一些概念個股 像是化工生計 像是低基期的一些像紡織的部分 你可以來留意這些低基期個股的一個買點 然後相對外資高持有 甚至一些籌碼已經非常非常混亂的 一些漲多的一些像像瓶蓋個股 還是說漲多的一些電子個股 我們這個籌碼已經很亂了 那尤其破線破了之後再做反彈 你務必要做到出多不空的一個態勢 所以我們目前這個項目就說 個股的走勢是極度分歧 那當然的話 宜多宜空 就如同吳老師我們在這禮拜 我們跟各位體驗這個 帶進這個卷空活動 我們就說你有打電話進來 或者說做登記的這個投資沒有 你就知道 我們幫各位鎖定這兩檔個股 就是說 就包括這個2345的這個 像這個這個 這個智邦的部分 破線之後做個反彈 我想這連續三天 連續三天有一個壓回 這個壓回從104塊錢 到今天這個低點 93塊8這個價差 也差不多有10塊錢的價差 那變成說智邦 我想是今天再最後一筆 最後一筆本來都黑半 想不到那筆都Q了 那當然的話就是說 這些屬於叫破線的個股 我們依然希望各位 破線後趁反彈 你可以來做卷空出多不空 就是一段 那另外一檔這個2360的智邦 我想這檔標的一樣 在它是形成 2360的智邦 它這一段就是說 破的是這條短線的趨勢線 就是月線跌破之後做反彈 昨天反彈盤中一度過 然後到收盤 一樣又是打下來 那變成說我想以這檔標的 在下個禮拜就非常非常有機會 能夠去提供各位 尤其是屬於這種高價位的個股 後續這樣下去的這個空間 獲利價差就會很大 那變成說我們在下個禮拜我想 我們給各位操作策略面的重點 多空皆宜 你可以去針對一些低基期 甚至就是說真正強勢多投個股 趁它做個回測 你去做一個找買一點 一些屬於叫轉空架構的個股 你當然可以來納入 你在下個禮拜 券空鎖定這個標的 那我要說我們在今天特別有開放 各位一個活動就是說 我們提供給各位一個專案的服務 就是2加2加1 就是說各位你只要花你 兩個月的一個費用 那我要說我們會帶給各位 5個月的一個服務 2個月的費用 你可以有5個月的服務 那為什麼我們要這個時間要5個月 所以我想到明年度這個盤勢會有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往下的一個變盤 我們不希望各位你去做錯 這個時間點在最慢5個月之內你一定會看到 那變成說我們這個快打部隊的策略後續就會慢慢調整為一個叫做波段的一個卷空 那當然的話等到那個時間點 這個大轉折點出來的那個時間點 我們就希望各位你不要再做錯 你不要再做錯方向 那當然的話我們就說 就是為之所以要 就是要給各位這個5個月的一個follow 頂緊各位的一個操作 我想目的無他 希望各位在後續盤有個重大變化的那個時間點 你依然都能夠去做到順勢的一個操作 該多就是多 該空就是空 那往這個相關這個專案內容你都可以直接來電 或者說到這個Lite at來做個登記的一個諮詢 好 那今天節目告段落 謝謝各位收看 祝各位假期休假愉快 我們下期見